大家好,今天再给大家强调一下 玩弹弓,一定不要玩过厚的皮鞋,比如0.8,1.0 因为什么呢?因为那个皮鞋只能导致你拉开以后后手非常抖 你感觉拉得非常有劲,其实它并没有劲 因为越厚的皮鞋,它回弹越慢 想要回弹快,可以利用你皮鞋的嘴度 利用嘴度可以调节 你0.8,1.0的皮鞋,你打多大的钢柱 厚皮鞋,打小钢柱,只会导致直弹乱飞 合理的配置 合理的嘴度,才能让你的弹道精准 而且出疏稳定 学会的老铁,双击加关注 大家好啊 有一个老铁,他中拉后手定位不准 弹道就忽高忽低啊 今天教大家一点,如何快速有效的定位你的后手 每次拉弓的时候,先把双手断平 然后,后手,后手不动啊,推前手 你前面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双手断平,后手不动,推前手 这样就会有效的保持你的拉锯 不会让你的拉锯忽长忽短 有一个时候一开工,前推后了啊 他就会不准 所以,端平,推工 端平,推工 保持后手不动啊 学会老铁,双击加关注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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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皮鞋是防弄的,银是不防弄,打击半疗 今天讲一下啊,新手为什么打工门 打工门的原因就是在于你的后手上 后手向下举,或者向上翘,就会打工门 你的皮头一定要捏平,不要这样,也不要这样 否则就容易打到你的工门啊 推在工以后,后手,前后手一定要断平,乘一个平行线 保持你的定位,拉锯,不要这样,也不要这样 否则一定会打工门,新手练习的时候 一定要把后手断平 学会老铁,双鸡 给大家讲一下啊,这个描具怎么调节 如果你描具对准中心了,打稿了,就把描具向上调 如果打底了,就把描具往下调 分享一下个人的描点啊 5米,我是苗阵,后手定位是玄谷啊 10米苗阵,15米苗正中心,20米苗上眼儿 我还没有按到接下来 我不能有命